第七十五集 这个中年文史啊 正是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长春真人 所修的是太一门的大神通 长春仙法 厉害无比 仙道门派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修炼到了天人静的高手 可以称呼为真人 师兄 我们借到球员的符罩 也赶了 就在这时天空之中 刚气真气四面飞射而来 出现了足足七个道人 都是身穿八卦紫金道袍 典型的太一门真传弟子 其中两个是修炼到刚气静的高手 而五个是修炼到真气静的高手 在太一门中 神通秘境并不是真传弟子 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磨练 积累功德 才能够传授神通 然后修炼到真气静 才算是真传 像那个张威 修炼到了神通 但仍旧是个内门弟子 也学不到神通 这一点却不学其他的仙道门派 神通秘境就是个宝贝 由此也可以喊出 太一门家打夜打 是仙道中的巨头 真正的巨无霸 好 你们英和七子也接到福照了吧 长春真人点点头 看着七个铜门 师兄 我们七人正在海上 采集癸水精华 凝炼神通 自不肉身 接到了咬点三位师兄的福照 立刻赶来 三位师兄呢 这七个弟子回答道 这英和七子修炼的是太一门英和大法 也是一种水系神通 没有看到人 长春真人道 不会是遭到毒手了吧 英和七子其中一个弟子道 这海上盗贼横行 一些散修 穷穷极恶 碰到三位受伤的师兄 恐怕 或者是那摩帅下的毒手 哼 田地之间 谁敢对付我太一门弟子 我敢说 就算那四十大盗 排名第一的杀神道 也不敢杀我太一门真传弟子 长春真人喝道 在他大声呼喝之间 突然远处五道金光同时飞来 每一道金光摩擦大气 都出现了长长的火尾巴 把海上冲得滔天打了 一看这五道金光 长春真人连忙道 大方真人 昆元真人 凯离真人 福寿真人 陆命真人 你们都赶来了 长春真人 你也接到福赵吗 我们也接到三位师弟救命的福赵 放下一炉丹药 马上赶来了 那该死的摩帅 居然敢对付我太一门弟子 他的寿命到头了 五个真人飞到荒岛上 脸色凝重 这五个人 竟然也都是天人敬高手 和长春真人 一个等级存在 相互并不称呼对方为师兄师弟 而是直呼姓名 瞬间 就出现了六个天人敬高手 太一门的实力 实在是恐怖 但是 事情还没有完 接下来的几个时辰 陆陆续续的 又有太一门的弟子飞了过来 其中 有没有修炼成神通 但是拥有强大飞行法器的弟子 还有一些不是真传 但修炼到了神通秘境第一层的弟子 比如那那门弟子张威 还有方清威等人 也飞了过来 南海海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几乎是在半天时间 这个消息就以飞快的速度 传播向各个地域 各个角落 夜晚 荒岛上的太一门弟子 还有一些散修 包括万规仙岛的长老 弟子们越来越多 太一门居然这么强大 你看那些外门弟子 各个手段高强 不愧是天下第一大仙道门派 方清威夹杂在人群当中 跟夜南天窃窃私语 不错 这几天我们八戒张威 得到了他给我们的几粒圆英丹 扶下去之后 我感觉到肉身调理的许多 太一门的圆英丹药 比起碧骨丹 京圆丹 不可同日而语 我若是能够实时服用圆英丹 不出三年 就可以踏入神通力境 到时候 报仇雪恨 恨得方寒 在天行台上叫上一耳 夜南天 也点了点头 圆英丹 真是好担药 可惜我们和太一门的关系 浅薄了一些 这次 太一门居然来了这么多弟子 其中 还有六个天人境高手 只要能够讨好他们的欢心 大把圆英丹赏赐下来 我们修炼到神通秘境的机会 就大了许多 圆建空 也在这座荒岛之上 他们身上的灵气法衣 飞行不快 而且无法长时间停留在空中 于是 降落到荒岛上休息 而那些太一门的内门弟子 却还停留着不下来 他们身上的灵气法力饱满 都是极品 此时 太一门的内门弟子 足足来了四五百人 其中 修为最差的 都是神变境界的高手 肉身在十匹马之上 而真传弟子 则有三四十人 其中 长春真人 大方真人 昆元真人 坎离真人 福寿真人 陆命真人 六大天人境高手 自然是主心谷 这六大真人联手 足可以横扫 整个南海的千百散修 甚至 让许多魔门妖道的大门派 都站着兢兢 小心警惕 生怕他们杀上门去 斩妖除魔 一个天人境的高手 如果要开宗立派 创立的宗派 虽然成不到巨无霸式的 仙道魔门 但是 也可以在散修门派之中 建立赫赫威名 因为 天人境高手 寿元悠长 最少都有八百年 而且 能够练之灵气 壮大弟子 唯一师兄来了 我台阴门弟子 共同迎接 就在这时 天边又飞来一个台阴门真传弟子 一飞过来 张口就发出 好像宣读圣旨上誉的声音 六大真人一听 联盟拱手 发出洪亮的声音 迎接唯一师兄 与此同时 数百内门弟子 三十四真传弟子 也同时呼吓 迎接唯一师兄 顿时 巨大的声浪 把天上的许多乌云都吹开了 显现出明媚的星光 这声音 直达千里之外 这种气势 比起世俗之中 群臣欢呼万岁 万万岁 还要宏打千万倍 方清威 袁建空 叶南天 还有那个和方寒有杀腹之仇的萧石 都被惊得面如土色 他们就看见 在千百高手的齐呼声中 天上忽然传来阵阵音乐 飞出九十九个女子 吹笛 奏乐器 随后 又飞出九十九个俊美的男子 手指惊奇 然后 九条金色的大礁 条条都有黑水王蛇那么大 拉着一辆巨大的王座 缓缓而来 那九条金色大礁 气势雄壮 在天空中腾云飞翔 步履稳健 缓慢而威严 从天上下来 人人都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迫力 那巨大的王座之中 坐着一个道人 闭目凝响 窥然不动 好色天地将士 寻醒河山 四条金椒 这是个黑水王蛇 吞天巨蟒 蓝雪飞球 寒冰大吃 共称为上古蛇类一种的东西 就那一条金椒的法力 就可以横扫我们 现在九条金椒 居然给人拉车 方清威被震撼得难难自语 金圣 这是太一门真传弟子之中的大神通者 相当于华天都师兄的人物 太一门的弟子 最为杰出的大神通者 在名字之中 都被赐下一个医子 有唯一 正一 独一 虚一 他们哪 个个都是修成的金丹种子 或者是天地法相 甚至逆天改命的人物 也是数年之后 群仙大会上 华天都师兄的主要对手 叶南天的眼神之中 也显现出了羡慕的目光 要是我能够有这样的修为 就可以把方寒置于死地 报杀父之仇 消失惨笑着 神色争灵 排场太大了 一些伞修也战战兢兢 那九条堪比黑水王蛇的金色大胶 拉住王座 下降到一般 就停留在空中 其中坐的那个道人 唯一师兄 睁开了眼睛 刹那之间 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看着自己一样 六大真正连忙飞了上去 唯一师兄 我们见到福赵 赶到这里 却发现三位师弟已经不见踪影 他人到处找 也没有找到 不用找了 三位师弟已经遇害 我来到这荒岛上 就感应到了浓浓的怨气 还有死气 是三位师弟 遗留下来的 什么 魔帅 魔帅大胆 居然敢杀我们太一门弟子 先天魔宗 也要因此而覆灭 那长春真人大怒起来 此时 我们要先擒拿下魔帅 再向他问明白一切情况 如果 真的是他杀了我们太一门三位弟子 那么他难逃一死 应先天都救不了他 如果不是他杀 而是别人嫁祸 那就要彻查了 查个水落石出 这排场极大的唯一师兄 说话缓慢 但字字都有震撼人心的魔力 好像从他口中说出的都是真理 你们听好了 立刻通知各门各派 发出天道追杀令 追杀魔帅 我这就转回门派 和几位师兄长老商量 准备围困先天魔宗 逼迫应先天 交出魔帅 这次若是先天魔宗不给我们做个交代 我太一门 定然会让魔门一宗 全部毁灭 说完之后 这唯一师兄把手一招 那蛟龙拉着王座 又上了天空 消失不见 是 所有太一门弟子整齐地打道 诸位弟子 发出天道追杀令 发到各门各派 各个散修 先到九门 六大真人狂吼着声音散发出很远很远 这似乎标志着 先磨两道的血与腥风 拉开了帷幕 方寒对于这一切 自然不会知道 现在已经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他现在正在无欲网顶之中 用六阳圣水浸泡点化世界之树的碎木片 世界之树在很远很远的太古 号称天地中央 一树直接生长到仙界 这种神话传说中的东西 活了几千年岁月的盐 看都没有看过 对于这碎木片 盐一直很好奇 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 但是 研究了这么久 它施展出种种神通来祭练 分割 抽取 都没有一点效果 硬是得不到一点点的成功 这东西 就好像一块坚固的可怕的丸石 水火风雷 粉碎碾压 腐蚀分解 都拿它没有一点办法 颜值道 就算那魔帅 施展出大崩灭树 恐怕都无法把这块世界之树的碎片摧毁 不过 当方寒把六阳圣水滴到上面的时候 这块碎片 却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唱听网 有时候 灵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六阳圣水 乃是神通极其强大的高手 采集天地之间六种阳刚之气 炼成的纯水 为太阳之气 少阳之气 悬阳之气 烈阳之气 正阳之气 耀阳之气 六种阳气 化为圣水 浩浩荡荡 洗刷精神 滋补血肉 修炼之时 把一滴圣水 融入法力之中 就能够把真气 更加的凝念 修炼的速度 进展更快 太阴门的三个徒弟 也只有谣点 携带了一壶路 另外的雨坟 下幽 都没有能够拥有 可见 其珍贵之处 现在 这圣水 滴到了世界之树 碎木械上的时候 一股股的六阳之气 被吸纳了进去 这块碎片上 居然显现出了一丝生机 没错 就是生机 枯木逢春的浓烈意境 从其中散发出来 方寒甚至看到了 这巴掌大小的碎片上 一个细微的绿色牙包 微微隆起 似乎是发芽了 这细细的内牙一发出来 顿时 强大的木器 凛冽而发 滚滚如潮 他瞬间感觉到了 自己似乎完全处于一个绿色的海洋之中 天地之间 到处都是树木 世界成了一棵树 这种木器 足以 使我把青帝木皇宫 淬炼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吸收了世界之树的木器 炼成倒加钢器 轻而易举 方寒连忙催动法力 想要吸取这世界之树散发出来的木器 融入自身木皇真器当中 然后一举炼成钢器 到达神通秘境的第三重 圆钢境 法力倍增 清帝木皇宫的修行 就是吸取天地之气 各种草木灵器 用法力淬炼 千变万化随意组合 统领天地之木 威力极大 但 世界之树 乃是天地之间 太古之中 第一神木 天地之中央 沟通仙界 自从被太古大能斩断之后 便消失在了人间 修炼清帝木皇宫的人 根本不能吸取到 这种树木的灵器 世界之树的灵器 用脚趾头都想得到 不可思议 拥有种种大能 方寒是满心的欢喜 但是 下一刻 意便突生 方寒的木皇真器 刚刚接触到 世界之树的木器的时候 不但没有吸取到半点 反而 被对方吸住 自己的真器 好像开了闸门的洪水 滚滚流失 都被吸走 那碎片发出的那眼 竟然是一个魔物 吸取自己的真器 不好 怎么会这样 方寒大惊失色 连忙强行切断了自己的真器 全部藏在脑海中 这才勉强阻止了世界之树的碎片 对自己贪得无厌的汲取 这下 弄巧成拙 不但自己没有能汲取到灵器 反而损失了真器 方寒心中估算一下 损失的真器 自己 只怕要一个月 才能够修炼的回来 和化天都的决战 只有十年 现在都过去了一年 日子每天都耽搁不得 这下 损失一个月 修炼的真器 导致修为退步 他心疼得不得了 恨不得 就把这世界之树的碎片 一脚踢出去 把嫩牙摘下来 捏碎 盖死 方寒面色阴沉如水 不要懊悔 这是好事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颜看到这一切 若有所思 怎么是好事啊 我本来把真器 炼到了结晶的地步 只差一步 领悟到了钢器之子 就可以炼成钢器 现在 背着一弄 只怕 要耽搁不少时候 你也知道 眼下局面越来越难 方寒沉重的气 死死的 叮嘱世界之树碎片 使我先前 用忘清水 洗刷掉了 他亿万年的污秽 然后 你用六阳圣水 使他有了生机 焕发出新芽 这是上天 我先赐给你的最好礼物 你日日运用木黄真器来滋润它 它就会逐渐释放自己的潜力 最后 完全化成一棵树苗 就能够自行吸纳空中的仙界仙气 到时候 和你的法力融为一体 你的实力将会前所未有的成长 严激动地说道 现在 它还没有成长 为树苗 功能不全 需要你的滋润 这就等于是凡人喂养了一头猛虎幼崽 开始 要你喂奶 等完全长成了 就虎啸山林 成为百兽之王 如果它真的是在你的滋润之下 成长了一株世界之树的幼苗 那么你就拥有这件太古之中第一神木 将来 甚至可以用它来成仙 这 也是一件法宝 真正成长起来 黄泉图都比不上 这也是击败华天都的一大希望啊 方寒听着严激动的声音 看着发出腻牙的碎片 感觉到其中蕴含 磅礴的力量 但是 还没有成长完全 得要自己消耗真气 激发潜力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七十五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